学佛就是要了解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这念心能够住住 众生学佛的目的就是要了解我们的心 当我们这念心做得了住 才能发大愿 修大行 走在菩提道上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 学佛真正用意在哪里 用意在开始我们知道 我们通常讲生死 各位看我们讲的死就是这个死 这个死还有这个死 这个叫生死 生就是开始 这个死也叫死生 所以这个生跟死目的在哪里 目的在我们生活上的时候的过程 叫使用 怎么使用 你能够善用的话就成为这个死 怎么死就像开车 开车就是讲这个过程 你要怎么样达到目的 一般人不了解的时候 我们无论用什么方式 用参禅的明信见性 用念佛的达到西方 用持座的达到成佛 目的都是在了解 了解我们的心在哪里 一教经说 自信一处 无事不办 当我们能控制住我们这念心 学会守住不动心 也就是自信 亲近心 自信是佛性 本性的意识 当我们自信的佛性 产生不动心的作用时 也就产生 度化众生的功能 十方新闻 黄慧 卢肖瑞丰 台南采访报导 对吧 对吧